原标题,曾益可谈歌曲作词 一定要言之有误,不要只未凑字数 曾益可参加中国Top牌行榜颁奖晚会 搜狐娱乐讯,江嘉敏斜线文科名斜线视频 6月8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Music Radio 因乐之声2018年度中国Top牌行榜颁奖晚会 在北京举行,蔡建雅、荣祖儿、大张伟、戴全、曹芳、金石、白安、苏运盈、曾益可、周深等歌手出席了此次活动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益可谈到了创作的心得 他表示,自己一直以来创作歌词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言之有误 不要为了凑字数或者押韵而强行写一 些不知所云的歌词 曾益可展获年度最佳创作女歌手 此次颁奖礼上,年度最佳创作女歌手 奖项由曾益可展获 曾益可2018年发布了 全新创作专辑Anti Yeko 意图实现人设破除 活动当晚 曾益可现场演唱 Truly为大家呈现出数 于她的音乐世界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益可谈到了创作的心得 他表示 自己一直以来创作歌词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言之有误 不要为了凑字数 押韵而强行写一些不知所 云的歌词 只有自己有感觉了 才能让别人有感觉 大张伟和荣组儿获得最受欢迎男 女歌手 通过听众 网友票选的人气系列奖项中的 最受欢迎男 女歌手分别由大张伟和荣组儿获得 荣组儿现场演唱最新专辑 《答案之书》中的歌曲 长大 极为简单的旋律 饱含情感的歌词 让现场观众感受到这位天后的知足与真诚 晚会的最后 一直给大家带来无限欢乐的 人间精品大张伟为大家带来了 我是一颗跳跳堂 充满童真的歌词以及 欢快的旋律 让现场观众生灵童话世界 魁为乐坛三年再次发片的蔡健雅 凭自己对音乐的热忱摘得年度最佳女歌手奖项 现场带来独立创作的歌曲 原谅 深沉 沧桑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那以后 感谢观众生灯ノ